OpEN AI 推出的 Chat GPT 去年航空輸出之後呢 馬上就讓全世界都開始討論 AI 不過我們都知道 AI 它非常厲害 而且它的技術可以說是日新月異 不斷在突破 但這也衍生出了非常多的社會問題 所以各個國家的政府 或者是相關的立法機構 都在討論說我們要怎麼去訂定相關的法律或規則 予以應應 這當然也包含了中國 我們還看到最近中國的網信辦 他們是一個官方的單位 他們就推出了一個生成是AI的規則 在這個規則裡面 他們就寫明了 如果你是從事生成是AI這個領域的相關企業 相關公司 你必須要注意某一些事情 像是你裡面產生的內容必須要體現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 同時你透過這些生成是AI生成的內容 裡面不可以包含像是顛覆國家政權這樣子的內容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其實在中國這個市場裡面 其實生成是AI 它確實是有它的獨特之處 那我們也知道其實中國也大力的 不斷的在發展自己的生成是AI 他們不只力拼半導體 也希望能夠有自己的 像是ChatGPT這樣子的一些大型語言模型 像是文心音演等等 可是最近英國的金融時報 他們披露了 他們說最近這個中國網信辦 旗下有一個智庫 叫做中國網絡空間研究院 這個網絡指的就是我們台灣所說的網路 他們說在這個智庫裡面推出了第一個大型語言的模型應用 他們被形容為ChatGPT 這個she就是習近平的習 意思就是說這個ChatGPT 它可以說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版本的ChatGPT 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我們其實在探討生成是AI 像是ChatGPT的時候 一大關鍵就是它所使用的來源 它所使用的資料來自於哪一些資料庫 或是來自於哪些數據的來源 是透過這些他們所收集的資料 那我們的人工智慧會根據這些內容予以回答 比如說問他一個問題 他就會從這個資料庫裡面撈出對應的資訊 然後接著回答你的問題 那這個被英國的金融時報形容為習近平GPT 他的這個資料來源是來自哪些地方呢 包含了網信研究數據庫裡面的七大專業知識庫 這聽起來你可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但是裡面有個重點 重點是裡面包含著 含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知識庫的資料 簡單來說就是跟習近平習思想是有關係的 我們都知道這幾年來其實中國政府 他們大力的在推動習思想的相關的進程 包括透過輿論包括透過教育 他們希望習近平的思想能夠呢 根深蒂固的在影響到中國的每一個人民 那現在呢你使用中國他們這一個被稱為習近平GPT的人工智慧的話 他們生成的內容裡面就會包含習近平的相關思想 那新英國的金融時報也進一步去講了 他裡面收錄的內容還有像是中國的官媒的報導 所以像是大家可能耳熟能詳的中國的央視環球日報 環球人民日報這些可能都是他收錄的內容 那除此之外呢中國政府的一些規範 這一些官方文件可能也都是這個生成式AI模型 他所採用的資料來源 所以呢英國的金融時報他就說了 他覺得這是中國他們希望能夠掌控AI 在人工智慧這個領域裡面開闢新局的一個最新的嘗試 那除此之外大家都知道目前講到生成式AI 大家最知名或最耳熟能詳的就是 OpenAI的這個Chat GPT 所以外國媒體呢他們形容說 像這樣子的一個習近平GPT 可以說是要跟美國進行再一次的角力 因為我們都知道其實美國最近推出了非常多的 這些生成式AI的模型不只是OpenAI的Chat GPT 像是Google有Gimini 像是Meta也想要推自己的LLM 他們都會自己出招 然後呢自己去建立自己的模型予以相較 但陸陸續續都有傳出不同的問題 像是最近Google的一些生成式AI 就被大家發現 他好像有點答非所問 你問他某一些問題 他答出來的問題很明顯是不符合 我們人類生活的常理的 那麼我們已經知道呢 生成式AI的發展 還會碰到非常多的挑戰 那現在中國推出了這個版本 接下來可能會如何影響到中國國內的經濟 國內的政治甚至是會不會形成一個大外宣的另一個方法 進而影響到國際社會的輿論 特別是我們台灣這邊 這一些都是接下來值得密切觀察的地方 那關於所有的後續影響 華視新聞也將持續的帶您關注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三個月